好,回到第四節,剛才我們剛剛開始之前,在中間休息的時候 講起今天我在吃午餐時空閒的時候,剛剛看到一些是我之前曾經持有的股份 後來就打算先取消財,袋下袋子,然後今天看一看,哇! 然後就放著扔,跟我沽的價錢,從現在看的話,差不多升了接近一倍 老實說,當然我不是投訴,我不是投訴 因為我看回這個股份,由我買入價,到我自己沽出的話 這個也不是很厲害,我都升了三倍 所以我完全沒有懷疑,我覺得是 起碼是一個很高利益的一個貨幣 還有,其實這個在講的是航運股,特別是一個 中國其中一間最大的困難的船運公司的股份 我不說名字了,好嗎? 因為我好像在節目中也講過 為什麼我選擇在一、二月的時候我取消財呢? 因為我看回過去的經驗來講,其實那個 航運的費用,就是那個運輸的費用 通常在第一季是會有一點點回落的 因為其實整個航運的循環 其實都是跟一個貨幣循環是有關係的 那麼年尾的時候,歐美那邊需要準備好 年尾的銷售旺季,所以其實那個需求會大些 所以其實就是,那時候通常都會推得比較高些 過了這個零售高峰期之後呢,其實就通常 歐美那樣,歐美那樣就會有一點點回軟 那樣的,所以其實我也想著 我也是想取得這個這樣的一個空檔 但是今年來講的話,就真的完全是 這個疫情是扭轉了過去的一些 就是慣性的東西 這個航運,就是航運的那個運費呢 好像在二、三月的時候是曾經略為地回了一點點多 一點點多是說幾個百分之 那接著就再創新高了,已經是 就是扔頭是推上去那樣 那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我們都只可以是一個分析員 我們不是先知,我們沒有水晶球那樣 那再一次,不過就看到,哇大哥 都是,我都是放了三個月而已,OK 賺少了一倍,哇,這個感覺上 都是有一點點,就是漆漆漆漆的,OK 不過就是,都是分享一下吧 好啊,那或者可以說說就是 剛才接著這個 commodity 的價格 其實上了去,但是其實很多 commodity 都有一個周期性 尤其是農產品,或者是其實有很多 commodity 雖然價格上了 但是其實都是,那個 supply 的 constraint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例如石油,油組的方面其實都還有很多剩餘的產能可以釋放出來 例如我自己,星期三也有說過就是 potash 那個 supply 其實接下來都有很多 那麼,也就是這個 lithium 那裏 其實 lithium 也是有很多供應可以釋放出來的 但是唯一有一種的金屬呢 就是 supply constraint 是比較厲害的 而是非常之有機會 接下來是,如果我們通常說一個 super cycle 就是整個 commodity 市場的 super cycle 但是如果你說,當中最有機會是自己行一個 super cycle 可能就是鋼,因為 copper 其實現在它本身的 demand 當然是很強的,因為第一就是電動車 電動車要用的 copper 是普通車的5倍 差不多用到整個,即是60至80KG一架車 而建設很多的再生能源的發電站 例如風電那些,其實都會用很多 copper 另外,John經常說,只是用來做電纜 那些 copper 都已經是,即是你要不再生能源 很多都是電 而要用電纜,其實都會用很多 copper 其實不是說沒有 substitute 有一些地方都在研究,其實可不可以用 因為其實銅的傳導性是最好的 如果是金屬來說,所以是用來做電纜 那現在也在研究究竟是可不可以用 aluminum 的一些 硬碟來做到差不多的傳導性 但是仍然有一些很初期的研究階段 所以其實 copper 接下來的 forecast 是起碼的產能,即是如果要達到巴黎協定的目標,即是減排的目標 其實是去到2040年的 demand 是會比現在的 demand 基本上高出一倍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會有一個很 significant 的 supply shortage 那高盛,其實有一份研究報告是 forecast 去到2030年,其實會有820萬噸的一個 shortage 那820萬噸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就是 去年2020年全球的產量大概是 2350萬噸 那就是說去到2030年的 shortage 是相當於去年產量的三分之一 那也是一個很誇張的產量 那其實銅的生產國家呢 其實是幾難去... 就是銅是有些constraint 就是現在世界上產銅最大的一些國家 都是一些比較落後一點,或者不是太穩定的國家 包括是江國,即是江國民主共和國 嗯... 今天有一個叫做... 是Camoa Cakula 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銅礦 那另外就是智利 或者是一些秘魯,這些南美國家 都是...都是產銅比較多的 那江國就不用說了 江國基本上是經常內戰的 所以其實... 那間公司叫Ivanhul 也是很厲害的,十五年前 就是...就是... 即是... 就是... 打太久一點,打太久一點的時候呢 那個老闆呢,依然是... 很竹而不捨地去江國那裡找一個銅礦 那結果... 就是被他找到了,那就抵了他賺大錢了 那...但是... 就是... 在那個... 非洲的銅礦... 那個... 那邊... 那邊... 即是African copper belt 能否找到第二個這麼大的銅礦呢? 都很成問題 智利秘魯這些傳統的產銅大國 其實近來都有一個政治不穩的因素 所以你說外資是不是這麼放心 繼續去投資開發多些銅礦呢? 也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開礦呢 即是你現在ESG的那些 就是越來越多的困難 那你開礦 尤其是開銅礦這些 就挖到整個山頭爛了 對環境破壞都是很厲害的 那這些項目其實只是 越來越難去找 其實跟油是一樣的 你在一些容易開採的地方 其實就已經都 即是通常都是最先開採的了 那你接下來要去開採的一些資源 只會是開採難度越來越高 開採成本越來越高 還有整個礦業呢 基本上正在面對的問題 跟有現在未面對的問題差不多 就是投資者 是很不喜歡你 spend cap 就是你最好呢 就是 就是價格上升的時候 就享受33% cash flow 派多一些difficult 都不 就是所有東西都越來越短視 就不喜歡你 一些長期的 explaneture 那全球的礦業投資 其實在 2012年就已經是 pick out了 那麼當時 全球的投資每年大概是有 2200萬美 2200億 美金 那去年是多少呢 去年是差不多 打減了一半 只剩下1100億左右 尤其是Exploration 一些找新資源的投資 在2012年的時候是有357億美金 去年是剩下100億美金 所以其實是很下注 你 是一些新的項目 是 很難去找 那麼 其實現在 近這幾年都還有幾個大的礦 包括是 江果那些礦的產能 都還會釋放出來 之前有 講過的在蒙古 共和國 應該是Viu Tintu 救資的 那個叫Oyo-to 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銅礦 那麼這些都會陸續釋放出來 去到 去到2023、2024年左右 其實都還有新的產能投入 但是過了2023、2024年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新的大約項目 是會繼續有產能釋放出來 所以去到2024年 至到2030年這段時間 就是應該將會是銅礦 那個 即是供應 供應 最 最嚴重的 的 最嚴重的 所以 如果大家找到一些適合的投資工具 其實銅是 也挺值得長持的一個金屬 那麼可以投入一些ETF 不過我們之前經常都說 資源類的ETF 比較難搞 因為如果它是用Futures來持 那麼 就是 很多次都有那個roll over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是投資公司的話 你現在很多開銅的公司 在江果 在智利 在秘魯 一人間有什麼政治事件 有什麼 有什麼三長兩短 或者是貨幣大插 可能會影響到 投資回報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 說不定你要租一個倉 買一堆銅牌 可能你的投資 是一個最好的投資 如果你要投資銅牌 怎麼可以考慮一下英國那邊 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 英國那邊應該容易做到這一回事 英國好像沒什麼聽到 歐洲也有一些是mining company 但是英國好像又似乎 比較少 留意到這件事 反而我覺得就是 剛才你一直說銅牌的時候 我也一直在想 就是蒙古那個 其實呢 蒙古那個銅礦呢 我是在 又是Yu記的時候 聽得比較最多 因為其實我在Yu記的那段時間 正正就是 對上一次 超級水平的 超級水平的 的時候 也是當時油價 就是標榨上升 差不多150美元一桶的時候 那時候呢 就是 基本上又是所有的一些金屬 那個年代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 什麼呀 啊 啊 在澳洲的那些 駕泥頭車的司機 賺錢收入 是等於一個 Pravet Banker的 收入那個時候 就是那段這樣的 的 的 的時間 就是 OK 那時候其實就是 蒙古的銅礦呢 當時也吹噓得很厲害的 因為第一 如果我沒有記錯了 那時候就說 那個銅礦發現的 就是以 以勘探而確實到 還有呢 就是開採的 相對的那個 難度呢 是比較低一點 那所以其實呢 是 很多的一些 就是 提升了很多錢 去 嘗試開發這件事 那時候 Riotinto 也都因為這個銅礦的 出現和投資 投入呢 使得Riotinto的股價呢 亦都是飛到 就是 就是 飛到上上天 那樣 那樣 真的是很誇張的 但是後來當然就 那個 那個 價錢開始下落了 那就是 盛極而衰 那跟著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因為呢 就是蒙古一個 就是相對比較 不是很 就是 發展得很成熟的 一個 就是 地方 雖然他還是在 中國 管轄的範圍以來 那樣 但是 就是當地的政府 老實說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 哇 本來呢 就是油木民作 那樣 都是 就是餐粉餐食 餐餐清的 跟著 哇 發現了一個超級大金礦 還有 那時候這個蒙古這個礦呢 不單止是銅啊 他銅以外來說 就是黃金的儲存 也是很豐富 因為很多時候呢 黃金其實跟銅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是共存的 所以很多時候的銅礦呢 都有一個 就是相對比較高的 含金量 那樣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 這個蒙古這個項目呢 是被人推到 哇哇 就是史無前例的 那麼值錢啊 這樣子的角度 但是後來就因為 蒙古那邊的政府也都是 洗腳不買腳啦 想著 哇 有時候呢 我們經常靠這個銅礦呢 就是我們就已經是 發財了 那樣 於是乎呢 又是那些這樣的 大白象的項目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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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人住 就建了整個衛星城市出來 那些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搞到 就是什麼東西都有啦 總之是 所以是 洗錢 洗到 燒到 不堪那樣 那接著就當然 不行啦 炸台高速 接著那個銅價又跌 於是乎就死了 那樣 搞到後來呢 就跟RioTinto就抹臉了 那麼RioTinto就死死地起 就 就做了一些 刷刷啊 接著呢 也都將 他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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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賣出去的 那樣 所以其實呢 本來呢 RioTinto這個銅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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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半 還是一半 略多於一半 那樣 後來就是 減少了 的 的 所以就 少了 那 除了賣了 的 的 之外呢 當 蒙古政府 也都 反口複蝕了 基本上 就是 之前 談好了一些 deal 他們可能持股 一個 給Mind 一個 share 後來 覺得我可能 好像很好賺 又說要拿多些 股份 總之 這些 發展中國家 真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去當地投資 可能你上面的政府 轉了一個 轉了一個 領導人 然後 之前 所有談好了的事情 又要從頭推翻 談過 這樣 就是RioTinto是被他們玩死了 而且也很搞笑 你說到這件事 我也想起 就是當時也有一件事 挺搞的 就是蒙古那邊的政府搞出來 就是 因為其實當時 其實他就跟RioTinto 就說是一個 即是Joint Venture 以及一個是長線的一個 project來的 以及有一個 exclusive的 OK就是呢 但是後來可能 就是談不上數了 OK 他又等錢花了 於是 他似乎呢 就 跟這個俄羅斯 就撩俄羅斯 OK 所以 好像後來 就是跟俄羅斯 有一家公司 又搞了另外一個 Joint Venture OK 那就 就是 tap into 這個 這樣的 Copper Reserve 那當然 RioTinto 就更加是 不努力了 大哥 你已經過了我 再做多 再做多一棟的話 那就是大哥 本來打算是exclusive 現在變成了 這樣搞 搞廢的話 就是 當然 不算開心了 所以 搞到後來 就 當然 就是 很凌亂的 這個局面 那現在什麼情況 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加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什麼 怎麼跟進 但是 問題就是說 其實他當時說這個 同高的儲存量 其實都很大 老實說 所以 就是我不知道 剛才K.O.所說 去到2023年 或2024年 之後 出現了一個真空期 就是 這個 蒙古的 礦產量 是怎樣 計算到呢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只是想 想到這件事情 我就提起這個問題 其實不單只是 蒙古這個礦 其實是有很多 可能性的礦 但是 在現階段 也比較難判斷 他們有多少產能 可以放出來 因為 真的 全部都是一些 正常不穩 或者 不太適合 長期投資的 地區 的 產能 好 說實話 講到這個 commodities 我剛才有一個問題 也想問問K.O.的 當然 我希望這些不是你們叫做公司的一些秘密的資料 其實想了解一下 因為 剛才我們上一節也說到通脹的情況 那些 commodities Ticklack 等等 其實看回中國的 好像是今天還是昨天出了一個生產物價指數呢 其實都是很誇張的 都是跳升得很厲害的 那個生產物價指數 那問題就是 你們公司都是國內的一些 Apparel的生產商 當然有品牌的生產商 不是一般的生產商 就是高檔很多 但是 你也說過 你們都面對那個成本 上升 如果從那個 今天還是昨天出的生產物價指數 這個都很確定的 但是 另一方面 起碼去到 就是 4月份 5月份 中國的 CPI 就是那個消費物價指數 其實相對很溫和的 一點幾%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 就是 你們其實現在面對著一個 一個 margin 的 squeeze 的情況 就是你們是有沒有能力 將那個 升了的成本 是真的可以 就是叫做 pass along 到下面 就是消費的層面 這節還有多少時間 我們 還有三分鐘 我剛剛好說 其實 就是一般行業 不要只說我們 你通常 我們的品牌商 都是找 很多都是 不是自己產能的 就是你找 OEM 做的 那你 OEM 又會吃一部份 就是那些 成本上升 我們可能吃一部份 然後可能是 pass through 一部份 那所以你說 就是 就是 是否 pass through 到呢 就看看你的品牌的 以下能力有多高 就是你如果是一些 就是 低檔的產品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能力 去 pass through 那如果你品牌 是有 上下壓力的話 通常都是 就是可以做到 pass through 那所以你說 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整個行業 是否面對著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成本的壓力呢 真是好看 這個品牌力有多高 那所以你都見到 近來就 整個行業都 因為 龍頭那些 之前已經升得太多 那所以 一些小的品牌 近來也有個不錯的升幅 但是如果從經營上來講 的確是 大的 就是大的公司的優勢 是會見到在 尤其是你的 brand 夠強 或者是在做一些中高 檔價位的產品的話 就會有一個優勢 是呀 尤其是你 有些 其實通脹 其實之前雷總也講過 就是我 那 不一定是 就是 這些公司是會受損 很 depend on 那個公司 就是透過通脹的時候 可以轉嫁得到多少 給那些消費者 就是 例如你看香港的品牌也是 有些品牌你會加到價 但是 博士尼 這個 這個 博士尼 可能越賣越便宜 博士尼也比較好 博士尼 博士尼 那些 越賣越便宜 如果你是 說真的 你是 Chanel Gucci LV 那些 就是你透過加價 你現在不會只加到剛剛 Course 就是 PAR的位置 當然是借路又說特別版 然後又不知道用什麼被子去做的包包 那當然是乘機又多一點 通脹你 後面的luxury 好像都說疫情關係是逆市加價 成本上升馬上升加價 是啊 所以 很 depend on 所以 我上級都是選一些有定價的能力的公司 去 除了你說 希望可能 那個 有個 有個supercycle的commodities 另外一件事 如果inflation play 我都是選一些 品牌是有加價能力的公司 我都是 買了 就是 這樣的部署 那我覺得 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一節 待會再回來 好